好 雨不下了 这个温度马上升高 连续几天的高温 有民众到咖啡连锁店 来吹免费的咖啡 一边吹冷气 另外一方面可能太过放松了 有人把鞋子干脆脱掉 放到沙发上还开始抠脚 还有这个情侣 拉下衣服直接在互相刮沙 南部也很夸张 这名妇人也是 她直接躺在了超商的地板上 呼呼大睡还打起呼来 把脚就放在那 这是公共场合 把脚就放在那边 超没卫生的 天气开始变热 不少民众晚上出门乘凉 到连锁咖啡店内 坐在舒适的沙发上 喝咖啡吹冷气 放松心情 但是却看到眼前这一幕 还抠脚耶 好恶心 超恶的 还用脚抠脚啊 好恶心哦 女子脱掉脚上的鞋子 还直接把脚放在沙发上 还大喇喇的抠起脚来 让其他消费者直呼 好恶心 到咖啡店内放松休息 但似乎太过放松 甚至还有这一幕 他把衣服整个拉下来 超扯的 大家是把这边当成客厅 一男一女坐在沙发上 女子把上衣往下拉 露出肩膀 男子努力地帮女伴刮沙 民众喝咖啡 却一直闻到飘来的 震震药水味 实际打电话向连锁咖啡店询问 公关表示尊重客人的消费行为 若没有触犯法律 不会制止客人 但已经让其他消费者觉得不太舒服 大家都在吃东西 你打了赤脚 把脚伸上来 那真的是觉得很恶心 有蛮恶心的 因为这是大家都会做大的环境 只不过超商内也出现 富人直接躺在地板上 呼呼大睡 影响到其他人购物 天气热 民众到公共场所吹冷气休息 只不过若是遇到口角妹 跟刮沙哥坐在旁边 你的感受会是如何呢 借王一超张春华 卓卫姿台中屏东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